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至今我们结婚24年的 我们有一个儿子 今年14岁 24年的婚姻 让我们生活过程的一地鸡毛 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事情 都是我们婚姻中的绊脚石 谁都有难以说出口的苦处 谁都犯过让自己后悔的错误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彼此包容呢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人却各有不同 我不知道这段婚姻 我们该怎样进行下去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秦先生52岁 来自上海公司职员 女嘉宾蒋女士46岁 来自上海公司高管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了呀 24年 今儿来这儿要干嘛呀 她的一些个人的卫生 就一直是一个 非常让我困惑的一个问题 我也知道她上班很辛苦 早上呢 很早就走 晚上呢 很晚回到家里 赚钱的人嘛 确实是不容易 我也就不多说了 最让我接受不了的 就是她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要打呼噜 不能让我正常的入睡 这导致于我们多年来 夫妻两个人分床而睡 觉得这样的夫妻 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你的卫生习惯 好的有点太过了 上个厕所 冲两三次马桶 然后洗坑热水澡 先要放掉十分钟的冷水 她说 那这个习惯 都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 要叫我一时办法改的话 我一下也是改不了的 这打呼噜也是从小养成的 好了 这也不要纠结 各人卫生的事情了 那小孩子八岁以前 你上过一天班吗 不上班也就算了 你说在家带孩子 那经常同学聚会 你一个朋友 从很远的地方来 然后出去吃饭 喝酒 唱歌 然后跑到半夜才回来 然后那天巧了 外婆带着小孩去公益员 就摔了一个骨链 我在工作的时候 就接到电话 说小孩子在急诊 我放下工作就冲过去 那时候你人在哪呢 我也知道 你很心疼小孩 小孩一是我生下来的 我更心疼小孩 我那天晚上回来晚了 一周都不跟我说话 我当时也在气头上 对吧 再说这个事情 是你做得不对 对吧 您给他打电话 通知他了吗 是啊 说孩子摔了 那根本就通知不到呀 为啥 因为他在唱歌跳舞 喝了酒了 没有回复 就失联了 现在最过分的还是 好像是我做错了 外婆现在从此以后 就不来我们家了 孩子就不管了 你知不知道 我妈妈不来我们家 都是有原因的 你妈妈趁你上班的时候 拿了一堆的毕业证书 还有很多的高级支撑 在我妈妈面前炫耀 就分明就是打压我妈妈嘛 然后我妈妈一生气 她再也不来到我们家 给我们带小孩了 那个事情我倒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是那段时间 我正好单位也不景气 就在家里 那这事情我来带孩子嘛 你去上班好了 对啊 我找了一个富士的工作 上班岛 我也很辛苦啊 可是回到家里 你又不能做一个可口的饭菜 然后卫生也打扫不干净 小孩回到家里 你看没有他所喜欢吃的饭菜 他直接就到外面吃了 体型都发胖呢 但是带孩子做家务 本来就不是我的拿手 我做一些投资 理财方面的那些分析 我自己本身就从事这方面工作 所以我那时候贤富在家里呢 我就想还不如炒炒股票吧 说到炒股票 我就生气 亏了一百多万 这一百多万的话 我们要赚多久 后来还是他整天给我炒 逼着我去找工作 现在找了一份还是不错的 在一个投资分析的国际公司里面 做一个财务分析 可是他上班去了 我也上班去 家里面事情不是就没人做了吗 可以请终点工呀 但是终点工请来呢 他一会儿嫌人家烧的菜不好 然后一会儿又觉得人家打扫卫生不干净 消气啊 对 我们家那个终点工换了一批又一批的 说到终点工呢 就是一肚子气 他妈妈有时候还过来监督终点工干活 他还要求终点工去洗沙发套子 然后爬上窗户去擦那个玻璃 你知不知道这多危险的事情 你有没有考虑过 如果出了事情的话 我们家要赔付多少的钱 终点工请了空余的时间 让他做一些也未尝不可吧 我觉得 这终点工可以干这些事啊 在他们的这个工作规范里面是有的嘛 因为那个活跃 我们跟公司签约的 不在口同范围之类的 如果说做的话 那个要额外收取一部分的钱 但是碍于情面 终点工一怕失业 然后勉强做了 可是终点工在我面前提加钱 你妈妈一点都不搭你 我这才听明白啊 听了半天 你们说话可以 真有水平 先生说妻子挑终点工 家里终点工走个一批又一批 妻子在这儿解释 哪里是我弄走的吗 分明是你妈弄走的吗 是这意思吧 对 是的 那你们直接说呀 我们因为一开始 他是做了一份三班导的工作 那请个终点工 也就是煮个饭啊 或者怎么样 打扫威士不是很那个的 现在他去年开始 他跟朋友去开了一家产康修复中心 然后他早上六点就出门了 晚上要八点多回家 对那个终点工的要求 不是更高了吗 要找一个住家的保姆 等于 第二个保姆来了 做得好好的 快过年前的时候 那你妈拿了一些快要过气的食品 和干壁的柚子 送给人家保姆 然后你知不知道 那个保姆回到他们公司去 说我们家里面的人 不会做人 很难相处 事情又多 到这我们都上了终点工的黑名单 你知不知道 这我倒不清楚 但是老人家做这些事情 也很正常我觉得 因为从小跟我们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他们比较节俭 他觉得这些还没过期 又家里没能吃的东西 送给终点工 是额外送给他 也没有说要收钱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 还有一件事情 小孩学习压力很大 他给小孩报了各种各样的班 回到家里 看到你的非常的惧怕 你知不知道 小孩都不愿意跟你沟通 我觉得小孩呢 就应该在轻松的环境下长大 而且我们两个人 就一个小孩 你从美国回来 一直都是你在 肩负家里的养家责任 我知道你也很辛苦 在教育方面 你是觉得小孩要严厉一点 但是我觉得小孩 也可以学一个一技之能啊 让他在轻松 没有压力的环境下 去成长啊 可是你呢 但是我觉得小孩从小基础 是最重要的 学技术当然是要学 但没有基础 你学什么技术呢 小孩子如果从小不打基础 不把他严厉地管教好 你以为他会自觉 很自觉地去读好书吗 我们家里记得吧 上一次一个洗衣机 稍微有一点坏了 对吧 交了一个外面维修的师傅过来 就那么半个小时 就搞定300块钱 我觉得有一个一技之能 至少不会让小孩有读书 因为读书压力那么大 而让他非常的厌烦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读书 压力真的是过大了 我都担心他脱发 然后情绪不好 你有没有为小孩 这方面的身心健康而着想呢 但是我觉得小孩子 如果不管教好 还是不行的 从小要给他 你们男孩女孩啊 男孩 男孩子 多大了 14 14岁 我觉得他喜欢打游戏 就这个缺点 还有一个事情 更过分的呢 他妈妈 老是给我儿子买手机 买了一次手机 又一次手机 小孩呢 又没有滋扣能力 对吧 然后就玩游戏 你记不记得 小孩去年的话 把你妈妈的银行卡 绑定游戏 花了五万多块钱 但是我妈 我觉得也是很辛苦 因为我爸走得早 然后小孩子 他现在就这么一个孙子 特别宝贝 小孩子喜欢打游戏嘛 买个手机给他 也不至于你一次一次 把他卖掉呀 他眼睛已经记事了 就因为玩手机游戏 眼睛记事 对小孩影响多大 如果说你们家 一直都这么宠爱小孩 那这个日子 还怎么进行下去 还不如离婚 这跟离婚有什么关系啊 有那么焦虑吗 不是啊 他妈妈老是 就是在孩子上面 买一手机嘛 一直是 非常地重任务的小孩 他一直不能 跟他妈妈 很好的沟通 他妈妈就是一直都是 好 那个 怎么说呢 还有打压我们家 我是听出来了 他主要是对 我妈不满意 你别赖地讨 主要是对你不满意 真是 我觉得你是揣着名外 装糊涂啊 打压这词 您用了两次 一次是说 您婆婆打压您妈妈 对吧 对 第二次是说 您婆婆打压你们家 是吧 不是 他老是买手机 这个习惯 非常让我接受不了 行 我听了你们夫妻这抱怨了 我忍不住 我问问吧 您是做护士工作的吗 后来我现在跟朋友 开了产看护士 我就说您以前是护士 以前 对 是的 现在做了一个 最挣钱的一个行业 对吧 对 产后康复嘛 对 对 现在您家这个 谁的收入高啊 我 过去嫁的时候 应该算 我先生他是 在美国留学回来 然后也是一个 公司的高管 是是是 那那个时候 嫁的时候 应该挺让人羡慕的吧 算嫁得比较好是吧 是 那现在您这算 闲鱼翻身了是吧 没有 高管也就那么回事嘛 啥美国留学的 收入还不如大姐我呢 是吧 有这意思吧 也不是这样说的 主持人 是这样的 家庭矛盾呢 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在一起24年了 这24年我一直都在忍受忍受 所以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怎么怎么就忍受不了了24年 他的很多的习惯 比如说个人卫生 不是那个人卫生 要说忍受不了 结婚三天就受不了啊 打呼噜我踹死你 卫生习惯不好 我嫌你臭 一脚踹出去 所以这都是借口 而且您用的那个词 我特别注意 很留意观察 有南方来的嘉宾啊 我的耳朵得竖起来听 他表达很含蓄 不像北方人 踢了呱呱就打 他每句话里都藏东西 你知道吧 你看 讲述婚姻前半段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在外面挣钱辛苦 我也知道的嘛 是吧 我也不能说什么的嘛 那个时候是我可忍受 因为你辛苦的了 对啊 主持人 辛苦的了 对 到什么时候语气变了啊 在家里炒股 一百万嘛 一百万我们要挣多久的嘛 所以我就看出来 这个变化了 从公司的高管 到普通员工 从普通护士 到公司高管 这个说话都变了 在我太太的激励下嘛 我就找了一个工作的了 但是你找工作就找工作 还要特别强调一下 面子是要要的了 找的什么工作了 我在一个公司 做会计的分析师的工作的了 所有的面子 你看还要要 您直接说您今天来干嘛 咱把目的说清楚 您肯定不是来离婚的 您想让这个先生在哪些方面做改变 我们帮您修理他 对吧 那有上海男人 对吧 那有被老婆修理得特别好的上海男人 这个这个 那那那那也有半个上海女人 那修理老公也 也是一把喊子家 您要怎么着 您说了 说清楚 我们知道怎么办 我希望他呢 就是一定就是每天 要洗素干净 才能上床 您都不跟人在一屋里睡 人家洗给谁看呢 那我也有心理感应的呀 你干干净净的 那你这场就会不一样吗 不是 干干净净 咱是不是就能睡一起了 咱把这件事弄清楚 我们好知道 对吧 咱把条件开清楚 干干净净 回床睡 不干净 踹出去 对吧 可是我也踹不动他呀 他这么大的 行行行 听明白了 第一干干净净 第二什么 您说 还有他睡觉打呼噜 打呼噜看病去 还有啥 还有他的体重这么重 我希望他能 从190斤减到170斤 对 这个还得努力一下 应该还可以努力一下 他自己买了健身卡 他自己不去锻炼 你说你是不是太懒了 还有啥 还有就是 他收拾家里面的卫生 根本就不做 什么都是靠别人 那你 你销家里面的事情 你要整理一下 什么都是靠重点工来做 你觉得这合适吗 还有 还有 还有就是 他非常偏袒他的妈妈 什么都是 朝着他妈妈去说话 所以我们家这个情况 就导致于 我不能接受他这个行为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他有时候跟朋友聚会 招呼也不跟我说 然后直接就出去了 听明白了 所以孩子那个事 看来不关键 不重要 最愤怒的 没有 我已经说过 他非常偏袒他的妈妈 所以说 最愤怒的就是那个 还有他的妈妈 这是最愤怒的 听明白 听明白了 愿意接受老婆的管理吗 我觉得因为 跟我妈妈的矛盾 老实点 老实点 现在收入不行了 老实点 我觉得跟我 对 跟我妈妈的矛盾 不是一天两天 很有机缘 但是我们 我觉得我跟他还是 没有达到要离婚的皮肤 没 我觉得 已经看破了 离婚是吓唬你 目的是要改造你 能不能改造 也不知道 要不要改 也不清楚 对 结婚24年 这个人都在变 家庭的地位和身份 都在变 变化之后 有些人就不适应 这个不适应 应该怎么调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收手 收手 赵老师 你们让我对我未来的 这个爱情观 家庭观啊 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困惑了 对 困惑了 24年啊 那叫什么 萨丁婚呢 咱不比金婚赢婚 也是相当珍贵的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了爱 但我们依然有浓浓的情 但是在你们这段里面 我看不到情 我看到的更多的是 在24年里面 随着家庭地位的变迁 造成你们家庭的组织结构 即将发生变化 哎呀 好专业 高管对高管说 对吧 就是 我们 是的 有CEO原来是他 对吧 现在换届了 准备是你 但是呢 老的又不想退 这个权力呢 又不准备交出来 你对这个家庭的统治呢 落不到实处 对吧 这是不对的 家里啊 他不是公司 他虽然是用经营的模式去经营 那是用心 而不是用权 我妻子就是权之态的 但是我每回回家 我都叫他老板 那你说他有收入吗 没有 但他在我们家里 他是主导地位 因为他管里面这摊 我管外面这摊 在你们之间呢 你们要把眼光放在外面 不要在家里去争这点拳 24年不容易 好好经营下去 让这个24年的婚姻里面 重新点燃爱 对吧 有爱的情况 打呼噜算什么 对吧 那是爱的召唤 你打不打 我打 我曾经打呼噜 让我的孩子没法睡觉 我跟我老婆说 我分开我去另外一个房间睡 因为影响我孩子睡觉 老板咋说 老板说 不行 算宽工 必须得在这儿睡 他说你可以晚点睡 让孩子先睡 我们要克服困难嘛 对不对 所以包容一些 好不好 我们希望 你们能走三十年 四十年 多不容易啊 在当今 好吧 就说这么多 老周不容易啊 睡个觉不睡都算矿工啊 要算矿工 来 严老师 严老师 说实话 女士 我特别不舒服 就是你在场上 所有针对你丈夫说的话 我听都特别刺耳 是 他不讲卫生 但二十多年的夫妻 你把这个事拿到舞台上说 你让他情何以堪呀 你看你老公站在这儿 虽然人高马大 就像个受气小媳妇 哎呀 那个 传着个手啊 那可怜巴巴的样 如果是我 我一定不让自己家男人 这么难堪 所以你要想清楚 你接下来是干什么 你是希望你以后 三十年四十年的 婚姻质量更高 我们就冲着好的方向 去用好的方式表达 我是不过了 我受不了这个男人 那你怎么说都行 当然最好也给点面子 毕竟二十多年 一起夫妻生活 所以我希望你做了高管 思路还是得清晰 怎么用人 怎么对人 怎么沟通 这是一个基本涵养问题 你也别委屈了啊 先生 你说你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现在手不让该放哪了 你知道吗 他说本来团在这儿 你一说 你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能改改吗 咱是现在赚不了大钱 没人家挣得多 但你是不是骨气得在啊 是不是能力也不能 就这么放下了呀 对吗 对 你该把家里的事调起来 该平息婆息之间的问题 你花花心思 花花精力啊 这两个人过日子 不就是取长补短 谁善于做什么就做什么呀 你现在挣得不如他 你就把家里的事 料理得好一点 当年你做得 在外边做得比他好的时候 人家不是在家 也干得挺棒的吗 所以啊 我觉得你们夫妻过日子 要多沟通 多给彼此面子 彼此尊重 这不是说上海男人 怎么怎么样啊 而是所有的家庭都一样 真心相对彼此尊重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去做好自己 更胜任的那个角色 才能过好啊 否则多难堪呀 我就说这么多吧 其实日子还要继续过的 来 乃琪老师 其实任何一对夫妻都有问题 天下没有完全相合的人 任何两个人婚姻 我觉得都是一种磨合 一种学习 我觉得要看有没有找对方法 才能让两个人变得更好 而不是变得更糟了 所谓的相配是 两个人能不能够呢 帮助对方变成更好的自己 而不是帮助对方呢 变成一个更坏的学生 当然两位的收入在改变 家庭地位在改变 但我就想给两位各一个建议 女人真的要强 不是强在像个领导 可以嫌她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不是可以提要求扣工资 甚至是把她踢出去 女人真正的强在 该强的时候强 该弱的时候更会示弱 你知道我怎么训练我老公进了厕所 必须把拖鞋拖在外面吗 你知道我怎么训练我们家黄国伦 上厕所的时候 把盖子给盖上吗 我跟你说 别用骂的 用夸的 你试试看 懂了懂 当她好不容易做到了说 老公 你今天既然记得把拖鞋放在外面 我觉得你有把我放在心上 我好开心 老公 你今天既然有把袜子丢到那个洗衣篮里 你怎么这么棒 我跟你讲 带男人跟带孩子跟训练宠物 其实对我来说呢 是有一曲同工之妙的 再说她妈妈 你孩子的奶奶 也是你妈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主动用你的智慧 去处理手机的问题 处理婆媳的问题 而不是把所有的锅都推给她 我是 我对你说这些是因为我认为 在你俩当中 你一定可以决定你们的走向跟带节奏的 看你想带的是爱的节奏 还是严厉审判的节奏 我对你的期望是 做个更强的女人 更有智慧的女人 强要强在心里 柔要柔在手上跟嘴巴里 这才是无敌的未来现代女性 至于那个秦佳 如果还要这个女人 也试试多夸她吧 女人需要夸啊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别怕女人强 一个强的女人只要还爱你 永远会是你手上的倚天剑 你要怎么使这把剑 表扬她 感谢她 多洗几次澡 我想就没问题了 好的 谢谢主席 谢谢柯乃兴老师 来来来 你卫生习惯好的了 卫生习惯当然好 因为好男人是好女人交出来的 你刚才说你们现在分床睡 你要明白 从分床到分居 从分居到分手 其实是在一条轨道上 你是当过护士 你比谁都明白 打呼噜 它是控制不了的 这是一种病 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 都会多多少少打呼噜 但天下有多少的夫妻 都是从不习惯自己的丈夫打呼噜 到最后 听不到自己的丈夫打呼噜 睡不着觉 这就叫婚姻 这就叫爱情 这就叫生活 生活的习惯不同 他生活的 有一些卫生习惯 当然要改 但是你作为他的妻子 你难道没有责任吗 如果在24年当中 你的方法是得当的 他认为你的话是有道理的 他当然会改啊 所以最后我一句话很简单 我们对平常老百姓的生活 得过且过 这样的一种精神 有时候还真是无敌的 我们真的不能太讲究 如果生活 如果生活像礼仪场所一样的要讲究 没法过 请您记住 谢谢 谢谢波红熊 差不多就得了 24年了 你们俩要不想过 就直接说出来 不要耽误彼此 不纠结 不过就不过 过就好好过 想要这段婚姻就改变 想要这段婚姻也得改变 不想要 另外命题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请不吝点赞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 这对夫妻做何选择 请开门 主动一点 接下来是我们见证这对夫妻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刚刚其实我也想 可能我在某些方面 可能对你太苛刻了 我希望我们共同齐手 做个这美好的一生 白头洗脑 好的 抱一抱 抱一抱 你打香的丈夫 来来来 多抱会儿 我的妈 来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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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